大家好,我是红酒 主要种植一些桃梨,苹果,樱桃 并且推广一些相关技术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通风透光,花果好 都知道有花有果才能达到良好的收益 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光照 也会直接影响咱们的来年的花芽 还有当年的果实 当年的开花结果是上年的夏季 所形成的花芽 在花叶分化的影响因素当中 有一点就是光照 如果树体凛乱 彼此遮掩内藏密闭 就不利于花芽形成 即使成花,花叶质量也特别差 所以在花叶分化期 要保持良好的通风透光 也保留枝条叶片的最大化 花芽形成则特别良好 光照对于果实来说 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没有良好的光照条件 会直接影响树的生长 以及果品质量 所以要在冬季修建中 想要改善树体 首先要去掉顶端优势 做到平衡树式 输出过密质 无用质 伤质 病害质 输出大于0.5的花芽质 尽量以长放质结果 如果要是主干型桃树 前期树林 咱们尽量下端 以中庸偏旺之条进行结果 上端 以中庸偏弱之条进行结果 这样能达到树体的平衡 开心型桃树 前期树林 多以中庸偏弱之条进行结果 大家有很多疑惑 就是 如果用弱之结果 会不会把树 剪得会越来越弱 其实这一点事呢 是大家多虑了 只有用中庸偏弱的枝条结果 才能把这个树式调整更良好 这样结果枝条不容易转化 也减少了落果现象 同时呢 还会逼生一些夏年的结果枝 能做到交替轮换使用 通过改善光照后 树体通风透光 对内藤质萌芽 有很大的帮助 对果品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 同时树体平衡生长 也减少旺长枝的营养消耗 树体达到良好的通风透光 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比如细菌性穿孔病 陶鹤斑穿孔病 陶煤斑穿孔病 陶轮斑穿孔病 以及危害陶子的一些 陶黑腥病 陶义腐病 陶轮纹病 还有陶子上的鹤斑病 陶轮斑病 以上这些对树体枝条的病害 还有对于陶子的病害 都是因为不通风透光导致 陶树本身的习性就是洗光 所以大家在修建的时候 不要谈于过多的枝条 导致树体密闭 引起病害的发生 也影响咱们果品质量 和花芽质量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终于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我的宝贝 整个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念念你的笑容 让你喜欢整个明天 哗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整个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哦哦哦哦哦 耶耶 你自己喜欢 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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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9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